走進永康農會 這台櫃台清一色都是年輕人 他們可都是這裡的奇兵 在各自的群組上 忙著收團代銷各地產品 像芒果布丁或是鹽水日篩意麵 這些特色產品結合網路行銷 通通大賣 靠的都是化整為零的力量 控制成本 他們少年開始精算 第一就是要有檢驗 要有安全食品 第二就是要有營業定義 我家有把商家有消息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固定去 水果市場批發新鮮的水果 然後就會在賴群上面開團 有些上班族他們就直接下訂 然後下班過來拿 這兩年永康農會引進年輕人 運用他們的創新思維 投入電商什麼都賣 去年團購販售額就超過5000多萬 搖身一變成為賺錢農會 今年更利拼破億 就連繩化農會推出了芝麻拌麵 疫情期間也銷量暴增 逆勢衝出好業績 電商商機龐大 也成為農會轉型為金基母的黃金銷售管道